全文故事江淮成为影帝的颁奖典礼上 他指明道姓地感谢我 他说没有我就没有他的今天 记者一脸八卦把我请上了颁奖台 请问佟小姐有什么话想对江影帝说吗 我看着江淮的俊脸忍了诱人 寻思随便夸几句糊弄过去 但是最终还是没忍住 刚一张嘴 就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江淮的脸疼得一下黑了 林妖吐出来的那一刻 我知道我完了 江淮的脸黑的和郭迪勇的一拼 整个颁奖典礼瞬间安静 在场所有人全都愣在原地 主持人张了张嘴 似乎是想打原场 但是一时间又不知道说什么 我刚想解释 江淮就在旁边黑着脸 嘲讽一笑 看来我长得不是很和童小姐的口味 怪我 我 我真是谢谢你了 以前结婚的时候 怎么没发现这个比这么毒涩啊 是的 没错 我和影帝江淮结过婚 上个月刚离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孩子 在我肚子里 哦哦 Buff点满 直播间弹幕开始疯狂上涨 几乎清一色 都是骂我的 童安安什么意思 吐什么 对着江影帝这么一张帅脸 还能吐出来 这人有毛病吧 我们江影帝脾气真好 要是我早抽他了 抽不了一点 经纪人在台下疯狂给我打手势 快道歉 快道歉啊 我咽了眼口水 看向江淮 抱歉 我最近肠胃不太舒服 没有别的意思 没关系 江淮十分大度地原谅了我 在心里 我恨不得给他大卸八块 要不是他忽然Q我 我能丢这么大人吗 颁奖典礼结束后 经纪人连忙把我拉到一边 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 你说你什么时候不舒服不好 非要在直播的时候 这下好了 热度有了 骂名也出来了 我也是一阵无奈 这不能怪我呀 要怪 也只能怪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不争气 经纪人深吸几口气 瞪了我一眼 然后说 正好 我刚才趁着热度 给你接了一个恋宗 你去吧 不然就白挨骂了 恋宗 我一脸猛 我这怀着运去恋宗 不太好吧 你不会以为你 还能找到对象吧 经纪人嫌弃地看着我 有机会能让你抄抄CP就不错了 何况这次恋宗钱不少 得嘞 听到钱 我屁都不放一段 零二三天后 新恋宗 约会吧 开通了新官博 并正式官宣了六位常驻嘉宾 节目组在官宣博文里 爱特我的时候 我正收拾我的行列 听到熟悉的微博提示音 我打开手机 习惯性地向下翻着评论区 果然 清一色都是骂我的 为什么还要请那位大妈啊 真服了 晦气死了 到处蹭热度 无聊 来来回回就那么点话术 也不骂点有新意的 我又划上去 点开了官宣微博的图片 翻了翻 除了官宣嘉宾的图片 还有一张只有人影轮廓的嘉宾图 是惊喜嘉宾 估计又是哪个当红的流量小鲜肉吧 节目组就喜欢搞点这种噱头 博点眼球和热度 不过有点热度也挺好的 有热度 有钱赚 第二天 拍摄地点 是在郊区的一栋别墅里 我一下车 就看到已经到达的两位女嘉宾 正寒暄聊天 另外两位女嘉宾 一个是刚火起来的新人演员邓宁 另一个 则是当下最火的流量演员顾清雅 同时 她也是传说中江淮的白月光 顾清雅背着春季新出的LV限量版包包 穿着一条青白色的定制款长裙 时不时地无嘴笑笑 她看到我后 马上热情地朝我招了招手 安姐 好久不见了 早就听说您要来 您现在越来越漂亮了 我轻轻点头 淡淡朝她一瞥 挤出两个字 谢谢 懒得搭理她 顾清雅的笑容僵了一下 很快又恢复笑意 既然咱们三位女嘉宾齐了 就赶紧进去吧 男嘉宾已经在里面等着了 顾清雅反客为主 积极地组织着 自己则原地不动 神色又变得为难起来 邓迎注意到顾清雅的神色 狗腿地凑过来 清雅姐 怎么了 顾清雅又微微一笑 冲邓迎轻轻摆手 没事 这别墅的阶梯有点高 我穿裙子 可能不太方便 把箱子拿上去 邓迎这才注意到 顾清雅面前的两个大箱子 经了下 清雅姐 你带了好多东西啊 都是一些日用的衣物 还有给你们带的礼物 哇 姐真好 邓迎说吧 扭头 看到正推着箱子 准备上去的我 伸出手将我拦下 同前辈 你等等 清雅姐带了两个箱子 我看你只带了一个小箱子 你帮清雅 把这个箱子拉上去吧 无语 自己是没手吗 旁边有工作人员 让他们帮一下忙就好了 我才不理你这茬 顾清雅软声道 但是工作人员已经很辛苦了 不想麻烦他们 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一个箱子也要扭扭捏捏 隔应死了 我索性直接拒绝 抱歉 我的箱子很沉 拿不了别的了 他愣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 我会这么直见 底下的弹幕 也开始新一轮地骂我 我去 童安安凭什么这么转 不就是出道早吗 已经胡得穿心了 还白钱被捕 不是 这顾清雅和童安安 是有什么过节吗 童安安不应该这么 传找骂 真不理解 这有什么难理解的 不就是蹭热度吗 上次颁奖礼兔 影帝一身 这次又黑脸 这搭解析真多 宋清雅善善地扭过头 可怜巴巴地望我望其他人 叹了口气 算了算了 还是我自己来吧 就不麻烦安安姐和其他人了 我白了他一眼 没理他 想继续走 结果邓赢不愿意了 童安安 大家一块参加节目 帮一下怎么了 不至于这么小气吧 小气 我扭头撇了他一眼 那你帮他拿呗 你箱子还没我箱子大 而且 你们不是一起拍过戏 关系好吗 你要是大方的话 怎么连这点忙都不愿意帮 我每句话都精准地 落到了他的痛点上 邓英张了张嘴 却实在想不出说什么了 只能板着脸干生气 我不管他们 静止拿着箱子走进别墅 一进门 看到三位男嘉宾坐在沙发上 当我看到坐在中间的男嘉宾时 我一愣 居然是 江淮 他居然来参加炼宗了 03此时 直播的摄像机也跟着进了别墅 直播间的观众也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影帝江淮 都跟疯了一样 哇 这是活的江淮吗 我有生之年 还能在炼宗上 看见江大影帝 童安安肝不尴尬 真是 一想起我的江影帝颁奖礼 被这个恶婆娘吐一声 我就浑身不舍了 童安安能不能退出啊 又被骂了 但现实就是 热度越骂越有 所以 为了赚钱 还是忍了 我在心中叹了空气 默默地移动到角落里等镜头 远离江淮 保持愉悦心情 而跟我恰好相反的 则是在后面进来的顾清雅 顾清雅看到江淮在 也是两眼亮起来 把行李扔在一边 笑脸凑了过去 我在角落哼了声 顾清雅真是走到哪都在吵CP 江淮哥 早上好 你是特意过来的吗 听到这声歌 我真有点反胃 得 必须得忍住 如果再吐 那就不像话了 江淮只是轻轻撇了一眼 目光并没有落在顾清雅的身上 但却悠悠开了口 算是吧 此话一出 弹幕直接炸了 疯狂磕两人的CP 甜炸了 顾清雅在这 所以 江淮就来当惊喜嘉宾 这是什么偶像剧剧情啊 好暧昧 好喜欢 原地结婚吧 一番简单寒暄过后 约会吧 在导演罗PD终于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首先 欢迎感谢各位 受邀来参加综艺 为了增进嘉宾们之间的熟悉感 我们准备了真心化大冒险的游戏 能让你们之间了解得更快一些 这个游戏的玩法 其实就是简单的转瓶子 说真的 真图 第一局瓶子就指向了顾清雅 顾清雅在众人的起哄声中 害羞一笑 我选真心化 邓赢也算刚活起来的新人 自然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露脸的机会 主动站来出题 这样 咱们自己问没意思 我从弹幕上挑一个问吧 好啊 我都可以的 顾清雅甜甜地笑着 提问 你是不是 因为一个人才来到这档综艺的 邓赢话音刚落 现场立刻响起了一阵起哄声 顾清雅微微一笑 头微微侧了侧 目光恰好在江淮身上落了一下 立刻收了回来 是 顾清雅娇羞一笑 弹幕又炸了锅 她说是 啊呀 我要疯了 建议综艺改在名政局录 直接改名 我们结婚吧 游戏继续进行 这一次 瓶子又恰好转到了男主 另一位男嘉宾 沈青雅站起来提问 那我也问一个大家想知道的 在场的 有没有江哥喜欢的人 这个问题一出 大家都安静了 似乎都很想知道答案 江淮听到这个问题 沉默了下 没有抬头 就在我们都以为 江淮不会回答的时候 她有些低沉的声音忽然传来 有 零四弹幕瞬间炸了 卧槽她说有 天哪 磕到真的了 不行了 太甜了 你们小情侣 甜死人不要命啊 哎哟 现场的嘉宾也都暧昧笑着起哄 我现在角落里 静静地看他们 视线落到顾清雅身上 顾清雅配合的鸣嘴一笑 一副害羞的模样 好像喜欢的人 说的就是她一样 好了好了 我们还是继续玩游戏吧 下一轮 瓶子赚到了另一个男嘉宾 孟兴尧 孟兴尧是目前国内新生代实力 rapper 刚取得了国内权威比赛的冠军 热度也不比其他人低 顾清雅自到奋勇地举起手 我来问吧 说出一个你最崇拜的圈内明星 孟兴尧听完 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 是童安安前辈 这下 不止嘉宾愣我 连我都愣住 崇拜我 看到大家的反应 孟兴尧挠挠头 很认真地做了解释 童前辈演技很好啊 我特别喜欢前辈在 孟枕记里饰演的王国公主 很惊艳的 话音刚落 姜怀脸色沉了沉 有些难看 而直播上的弹幕 也不出意外地点评起 孟兴尧的品味 她这是干嘛 喜欢童安安 口味也太重了吧 小伙子长得挺帅 眼光可太差了 就是 顾清雅不比童安安强吗 居然喜欢童安安这个老女人 我不用看 也知道弹幕上的吃瓜群众 肯定没有好话 不过也不在乎了 只要钱能进账 艾玛又算得了什么 05游戏 很快变到了最后一轮 这一次 瓶子终于转向了我 轮到问我问题了 邓银又迫不及待地 跳了出来 前面刚来的时候 在别墅门口 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所以 她就一直盘算着 什么时候 能出了这口恶气 这不 机会就来了 同前辈 之前网传 你跟一个有钱人关系 暧昧不清 这件事是真的吗 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现场的嘉宾 到常年混迹娱乐圈 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有些传言 可邓银居然直接 拿到台面上问 说实话 这种行为 已经过分了 不过 我还是不在乎 只是 像他这样没脑子的 早晚得吃亏 我淡定地拿起杯子 喝了口水 大放道 是真的 这个的确不是造谣 因为传闻中的 那个有钱人 就是江湖 其他嘉宾似乎没想到 我能承认得这么爽 脸上浮现出各种精彩的神色 当然 有些人脸上 或多或少 都带着些鄙夷 比如邓宁 弹幕也是一阵虚声 我却 童安安能不能要点脸 是被包养了吧 真恶心 我说他那段时间 不出来演戏了 百分百被包养了 现在又付出参加综艺 估计是被他金主甩了没钱了 出来捞钱的 06夜晚 所有嘉宾都要住在别墅 因此 节目组也安排了选房间的环节 罗PD没有明确说明选房间的规则 大家都默认了 让男生和女生里 最有人气的江淮和顾清雅先挑 毕竟在娱乐圈还是谁红谁有话语权 顾清雅站起来 环视了一圈后 转向我 顾做客气的 安安姐 我们三个里 您的自立最老 还是您先挑吧 这话倒是不假 我比他们出道都早 我直接起身 静止印象 准备去挑房间 顾清雅这么做 无非是想给自己立人设 让观众们 都觉得自己人品好 懂规矩 既然他想表现 那我也用不着跟他讲客气 我直接起身 上楼挑了个最宽敞的主卧 还带窗 是这层唯一的洋面房 白天还能晒晒太阳 我向后一样 舒服地 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真爽啊 但我还没高兴几分钟 房间的门就被敲响了 我不情愿地打开门 顾清雅站在门口 怯生生地冲我鞠躬 同前辈 实在不好意思 我想跟您换个房间可以吗 在阴面那房间 我会睡不着的 啊这 为什么突然反悔啊 我正疑惑呢 手机响了一声 弹出一条群消息 节目组将选好的房间号 发在了群里 方便嘉宾互动 我一看 好家伙 江淮选了我隔壁房间 怪不得 我一下子明白了 想进水楼台先得月 哪有那么好的事 我抬头 看向顾清雅 随后举起右手 伸出五个手指头 五万 我就跟你换 顾清雅一愣 没想到我会开口提钱 缓了好一会才开口 这样做不太好吧 我没好气到 没钱你跟我扯什么 说完 啪的一声 我关上了门 解气 这一幕 被摄像机直播全程拍着 弹幕更是打出了一堆问号 不是 童安安 想钱想疯了吧 没见过这么见钱眼开的 她好没颜色啊 顾清雅跟江淮挨着住 多好啊 童安安非要横插一脚 我喜欢早出来 正打算眉眉躺下刷会视频 结果房门又被敲响了 被打扰的我心情瞬间不太美丽 顾清雅 不会还惦记着这个房间了吧 难道她真要掏五万 我打开门 门外站着的不是顾清雅 而是孟新尧 她戴了副眼镜 眸子漆黑透亮 鼻梁高耸 丝丝闻闻的 很像个小奶狗 很难想象 这么文质彬彬的男生 居然是唱rap的 反差还挺大 有事吗 那个同前辈 我想加您个微信可以吗 方便联系 可以啊 我答应得很爽快 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列表里 多个小帅哥呢 我展示出二维码 凑近让他扫 而此时 隔壁的房门被打开 江淮走了出来 身上还围着浴巾 看到佟安安和孟新尧凑在一起 江淮的脸色沉得难看 互不朝这边走了过来 不悦地发问 你们干嘛呢 灵七江淮 看到孟新尧 加了我的微信 心里更不痛快 孟新尧 这么晚不睡觉 骚扰女生 不觉得没礼貌吗 江淮觉得自己 比孟新尧资历了 因此板着脸 给了他几句 没想到 孟新尧 像是被吓到了一样 身子稍稍一缩 委屈巴巴地看向我 安安姐 江尹弟好凶啊 没想到真是个小奶狗 这么会撒娇 我当即亲身安抚他 没事 你别怕 我冷着脸 美好气地看着江淮 仗着自己年龄大 就能欺负后辈啊 老男人 老男人 江淮更不淡定了 黑着脸反驳 明明是他不懂礼貌 你骂我干什么 人家一句冒犯的话 都没说 倒是你 咄咄逼人 不能好好说话吗 我不依不饶地回怼 此时 不远处 顾清雅从他房间里走了出来 又来个是多的 真烦 我头都大了 索性直接把门一关 清静了 第二天 我一觉睡到自然醒 舒服极了 洗漱好后 我下楼 其他五位嘉宾正在准备早饭 顾清雅起得最早 又去把邓宁和沈青阳叫醒 唯独没喊我 什么成分可想而知 小帅哥孟兴尧告诉我 他没喊我 是想让我多睡会 而江淮不叫我 估计赌气呢吗 无所谓 我本来就是来浑水摸鱼的 轻松点把钱赚了最好 我走到餐桌前 拉开椅子坐下 顾清雅看到走了过来 声音柔柔的 但话里却有些带此 同前辈 下次麻烦起早点吧 毕竟大家要是都想吃现成的 那就没人做早饭了 开始阴阳怪气了 明明是没人告诉他 早上要自己做早饭 也没人叫他起床 结果到顾清雅的嘴里 就变成了自己故意的 只是想吃现成的 也真是够心机的 我没理他 正好也饿了 随手拿起桌上的三明治就开吃 顾清雅见状 立马到 同前辈 这是我亲手做给江影帝的 我手一顿 停了一秒 又继续往嘴里送 我吃得更香了 弹幕又开始骂 童安安疯了吧 顾清雅亲手做给江影帝的 他也敢吃 我真无语 他怎么这么讨人样 赶紧滚吧 顾清雅面露委屈 像是一受了欺负的小猫一样 邓迎此时也走了过来 想替顾清雅出头 同前辈 抢别人房间也就算了 人家辛辛苦苦 给江影帝 准备一早上的三明治 你都抢走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什么时候成他的房间了 还真是会颠倒黑白 我又不是来这受气的 自然要对回去 节目组提供的房间 谁住是谁的 什么时候成他的了 怎么 顾清雅掏钱买了 还有 这三明治 没写着江淮的名字 又没人跟我说 要是特意准备的 干嘛随便放在餐桌上 顾清雅见我伶牙俐齿 只是叹了口气 故意劝道 安安解释前辈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算了 我再重新做 看似妥协后退 实则阴阳怪气地 将矛头对准了我 但慕骂得更厉害了 此时江淮开口了 不用 我本来就不吃三明治 顾清雅一愣 脸上更委屈了 可是 你早上不是说 要做一个吗 这是我帮你做的呢 哦 那个我也是打算 做给童安安的 在场的嘉宾面面相去 脸上的神情的极为精彩 顾清雅有些挂不住了 只能善善一笑 还是江影帝人好 为嘉宾着想 08嘉宾们吃完早饭后 马上进入了午餐的筹备中 因为需要去购买午餐的食材 节目组决定 通过抽签派两个人去采购 但没想到就这要求 我居然和江淮 抽到了同样的钱 也就是说 我要和江淮一块去买菜 我拿着自己的签证发懵时 顾清雅再一次凑了过来 柔声说道 安安姐 我会做饭 也知道买什么 要不咱俩换换 我去买菜吧 小心思太明显了 我正准备开口 没想到江淮比我更快 先凑了过来 要遵守节目游戏规则 换来换去的不太公平了 顾清雅愣住 正正地开口道歉 不好意思江影帝 我不是有心的 对不起 我会尊重节目的 又装可怜 他这招真的 用了好几百遍 江淮嗡了声 也没说什么 就出门了 我和江淮 踏上了去超市采购的路 一路上 我俩一言不发 谁也不跟谁大话 走着走着 路边遇见一个小孩 哇哇大哭 摄像老师可能觉得 拍我俩太无聊 就把镜头对向了那个小孩 不过 这么小的孩子 自己在大街上哭 应该是跟父母走散了 也许是那个小孩 看见了冲着他的摄像机 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猛地冲过来 一把就抱住了我 阿姨 我找不到我妈妈了 原来是和家里人走散了 好可怜啊 于是我蹲下身子 露出了一个和善的笑容 别哭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言习 很正常 小女孩一愣 哇的一声 哭得更厉害了 观众们 她这情伤也太低了 这么小的孩子 说这么狠的话 好没有同情心啊 幸亏江影帝在 不然这孩子真可怜 还得是江影帝来圆场 此时 小女孩也将目光投向旁边的江淮 江淮悠悠悠开口 小朋友 你知道家长的手机号码吗 小孩闪着泪光 肯定地点点头 江淮继续问她 那你知道你爸妈的银行卡密码吗 我晒干了沉默 弹幕也是清一色的省略号 我收回我刚才的话 我也收回 影帝的脑回路 果然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只有觉得 这俩人莫名其妙有点大 楼上打住 CP可以冷门 但不能邪门啊 小女孩一脸猛逼地盯着江淮 最后还是我拿出手机 告诉我 你家长的电话 我叫你的爸爸妈妈来接你 小孩顺流地说出一场串数字 我顺利拨通了电话 喂 你的孩子在我手上 灵酒好像感觉不太对 这么说 家长会误会吧 我想了想 又冲着电话那头补了一句 我的意思是 你的孩子在我这里 你赶快过来 要不然 我也不敢保证他在哪了 弹幕又无语了 童安安怎么跟喝了假酒一样 开始胡言乱语了 哈哈哈哈 待会家长该报警了 这要不是直播 怕是解释不清啊 我看着童安安不向眼的 建议查查 还有热心网友 特意意特了公安的官方账号 我谢谢你们 没过多久 孩子的家长 终于火急火两地赶了过来 弄清楚怎么回事后 孩子家长也认出了我们俩 对我们表达了感激之情 你们就是我们家的恩人 我得好好谢谢你们 我看了一眼手表 浪费了不少时间了 不用了 这都是我活该的 两位家长一愣 我连忙改口 应该的 那个小孩在旁边插嘴道 没事姐姐 我们家有很多钱 可以让我妈好好报答你 这么小的孩子 就把钱挂嘴边 得好好纠正她的思想 因此 我一脸认真的对她道 小朋友 有钱不可以得意 我爸妈也在努力 总有超过你爸妈的那天 弹幕已经开始笑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童安安怎么越来越有意思了 有一说一 这教育小孩的方式 还挺炸裂的 完了完了 我感觉 我都快把童安安看顺眼了 实处理好小孩的事情后 我和江淮也没再耽误功夫 直进去了超市 因为耽误了很长时间 我和江淮也决定 速战速决 先去生鲜买肉 江淮推着车子到了生鲜处 拿了一些排骨和肉 够了吧 够了 再买点虾 行 我和江淮行云流水般的 买了所有食材 配合异常的默契 连弹幕上的观众也都看待了 我天 他们默契真好 没想到这么快 甚至出乎我的意料 你们不觉得 童安安和江淮帝CP感很强吗 这样的言论一出 立刻遭到了江淮和顾清亚CP粉的抵制 你在讲什么鬼故事啊 他们怎么可能配 就是 才子配家人 当然是顾清亚和江淮帝最配了 我和江淮颠着东西 从超市出来 过马路的时候 江淮不知怎么了 下意识地牵起了我的手 一开始 我毫无波澜 以前我们逛超市的时候 就是这样牵着回家的 但 我脑海突然反过境 这可是直播啊 我立刻甩开她的手 在心里祈祷 大家都没看见 那怎么可能呢 摄像机可是全程跟拍的 全屏都在打问号 我去 我特么没看错吧 真见鬼了 江淮帝怎么牵着童安安的手啊 顾清亚怎么办 我大惊失色 连忙正开了手 事宜江淮还在直播 江淮沉默了一下 怎么了吗 哦吼 让我死 就现在 两人回到别墅 其他的嘉宾也都忙完了 自己手头的工作 开始共同做午饭 我正在厨房里忙活 锅里的美食 逐渐散发出香味 呼的 我感觉头一阵血运 似乎是刚才在外面晒了太久 耗费了好多体 有些滴血糖 我以为是这样的 可适时啪啪打脸 紧接着 我胃里一阵难受 不好 我捂着嘴 以最快的速度跑向厕所 开始狂吐 呕吐反应可太难了 等我吐完了 冲洗了一下 才缓了过来 走出了卫生间 我前脚刚出来 顾清雅后脚就迎了过来 开始嘘寒问暖 安安姐 你没事吧 用不用打120啊 打120 把你拉走 治治绿茶病吗 我不屑于理他 随口敷眼 没事 你去忙吧 可没想到 顾清雅不但不走 反而眼眶红了 对不起 安安姐 都是我不好 我饭做得不合你胃口 害你这么难受 对不起 安安姐 吴雨 这么卑微地 在我面前演戏 无非是想让观众们 可怜她 再把错都推到我身上 让观众都厌恶我 她也做到了 弹幕又开始一片骂声 不是 童安安怎么又开始了 就是一直吐 她是不是有毛病啊 她怎么一直吐 而且看着不像庄的 不会怀了吧 当代算命大事 我只能在心里默默说 猜得真准 十一入夜 我正准备洗澡 房门又被敲响了 打开门 江淮站在门外 深谋忽闪 我们复婚吧 我愣住 她今天吃错药了吗 为什么突然这么直接地 说这种胡话 别在我这发疯 我不想听见她废话 转身就想关门 但江淮比我更快 直接拦住我 莫名其妙的 应该是你吧 江淮忍不住质问 你之前提离婚 说对我没感觉了 我以为是真的 不想勉强你 所以才同意她 可是我今天牵你的手 你都没有抗拒 难道不是还在意我吗 江淮终于将 记载了许久的心里话 全部导了出来 这也是她一直 想不通的疑问 我冷吃一声 翻了个白眼 你与其在这质问我 不如去问问你的白月光 顾清雅 难道她没告诉你吗 我不耐烦地撇了她一眼 准备再次关门 结果 江淮直接用身体挡住了门 再次拦住了我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跟顾清雅并不熟悉 我回过头 脸上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不熟 可是顾清雅不是这么说的 我直接拿出手机 找出我和顾清雅的聊天截图 举手摆在她的面前 江淮看着截图的聊天记录 有些正常 我们在大学就认识了 我是她的白月光 江学长没告诉你吗 我现在就和江淮在一起 她出差的这段时间 都是我在陪她 江淮学长怕伤害到我 一直不忍心拒绝 如果同前辈拾去的话 还不如自动退出 还有一张侧面照片 是用女友角度照出来的 江淮都看傻了吗 这话编得也太离谱了 不是 我跟她都不熟啊 我反问 你不熟 但是这张照片 就是你出差的时候吗 我那次是合作方出席了宴会 我压根就不知道 她拍了这张照片 要不是参加这次综艺 我根本就想不起来 顾清雅是谁 我跟她真的不熟啊 是这样吗 我看着她的眼神 倒是也不像说谎的样子 但此时 我和江淮似乎都没发现 走廊里的直播摄像机 并没有关掉 十二网友们 都在线上亲眼听到了 我们全部的谈话内容 全都炸了锅 什么啊 原来顾清雅都是装的 我就说 顾清雅演技一般 原来注意力全放到蹭热度上 就是 真会蹭 专门蹭敏地的热度 怎么这么漂亮 我去 吃到大瓜了 童安安和江淮 居然结婚了 那童安安之前说的 有钱人 不就是江淮吗 救命 我之前对童安安太大声了 我道歉 这嫂子真不错 最起码演技杠杠的 网友们一时间议论纷纷 甚至 仅好顾清雅蹭热度的词条 直接登上了热榜一 而此时的江淮 和我还并不知情 江淮诚恳地请求 如果我把这件事解决了 我们能复婚吗 我冷哼一声 你早干嘛去了 之前也不解释 现在跑过来说这么一堆 就想让我原谅你啊 江淮赶紧摆手 解释道 不是不是 前段时间 我一直在拍戏 我甚至在来这个综艺前一天 还在拍戏 所以 连个发微博的时间都没有吗 我心里有了松动 但还是不满他的态度 微博上 CP都吵得跟真的一样 还不解释 谁会受得了 江淮立刻明白了 我这就发微博 他也不含糊 直接就拿出了手机 打开微博 却正好看到了热搜 既然如此 还不如直接公布吧 他举着发出去的微博 在我眼前 这样 你肯原谅我了吗 我鼓着嘴 心里却暗自窃喜 第二天 今天是 我们约会吧 拍摄的最后一天 大家早早就起来 做了早餐 因为 一大清早就发布了 做饭任务 所以 嘉宾们都还没来得及看微博 做饭任务 是节目最后的配对任务 嘉宾们给自己的心上人做早餐 如果双方互动早餐成功 那么这对嘉宾 就是最后配对成功的人 做好早餐后 大家齐聚在桌前 顾清雅拿着自己做好的三明治 故意靠近了江淮 柔声道 江一爹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早餐 如果男嘉宾收下 则代表男嘉宾 选择了女嘉宾 两人便约会成功 完成任务 江淮淡淡地瞥了一眼 皱了皱眉头 顾小姐用不着做这些 我们本来就不说 顾清雅一愣 她没想到 江淮这次 居然这么直接 请顾小姐 以后跟我保持距离吧 毕竟我就是有家事的人 说完 江淮随即将眼神落在我身上 满满的爱 我的早餐呢 我不情不愿地 拿出胡乱做的手抓饼递给她 江淮也把她做的早餐便当递给了我 嘉宾也都捂着嘴 兴奋地吃瓜表情 顾清雅则傻在原地 家事 结婚了 跟童安安 顾清雅的眼神随着江淮也落到我身上 变得有些愤怒 她不是警告过童安安要离开江淮吗 怎么喊 结婚了 可恶 不过顾清雅此时还不知道风平逆转 她还坚信 网上的舆论一定会向着自己 童安安只会是人人喊打的那个 节目打版结束后 江淮正准备拉着我离开 却被顾清雅挡在身前 同前辈 我有话想单独和你说 江淮牵着我的手更紧了 不用 你有什么话在这说就行了 省得你边谎言 让我们误会 顾清雅快气疯了 指着我质问江淮 她就是个浪荡的女人 她还跟过有钱人 风平那么差 你还相信她 那个有钱人就是我 怎么 你觉得我穷吗 顾清雅郑重 张了张嘴 说不出话来 之前没发火 是出于礼貌 和照顾节目主的面子 不想把话说得太难听 既然都结束了 江淮也没必要给她留面子 我爱的只有童安安一个人 我们结了婚 但是因为你 我们差点就散了 所以 抱歉我没法 对你再有好态度 该澄清的我都澄清了 自己上微博看吧 说吧 江淮冷着脸 拉着我便上楼收拾行李了 顾清雅彻底懵了 她连忙拿出手机 打开微博 却瞬间带住 瘫坐在椅子上 热搜直接报了词条 锦号顾清雅炒作 锦号同安安江淮已婚 锦号江淮 官宣她颤抖的手 点开了江淮的微博 我和顾清雅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只是合作过 仅此而已 我和佟安安已经结婚 佟安安也怀了我的孩子 我们很幸福 也谢谢大家的祝福 而网上的评论 也发生了惊天反转 顾清雅 这是小三行为啊 绿茶 顾清雅能不能滚出娱乐圈 我从别墅出来 甩开了江淮的手 故作高冷的昂了昂头 我可没说这么快原谅你 江淮却很自信 孩子需要爸爸 他也可以不需要 江淮 那我重新追你 我勾起嘴角 眼烧露出一抹情色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And半年后 我和江淮重新领了结婚证 婚后的她 不让我下厨房 不让我碰喜一几 家务活也抢得做 就连她一向不爱发的微博 也成了我和她的日常记录 我老婆好美 今天给老婆大人 做了四菜一趟 老婆和肚子里的宝宝 都很开心 因此 我和江淮 也多了很多CP粉 在底下留言 天哪 不愧是真CP 真的好甜啊 能不能让我变成 同安肚子里的孩子 真的好幸福 三年后 我凭借精湛的演技 拿到了飞银奖的影后 捧着奖杯回家 江淮早就准备好了 满满一桌子在 妈妈 你好棒呀 江小安飞奔过来抱住我 我幸福地抱起儿子 在脸上狠狠亲了几个 乖宝贝 江淮却不满地鱼子 都不先亲我 我笑出了声 这么大人还跟孩子争宠 我抱着孩子 走到餐桌前 将小飞抱到了椅子上 随后转身 主动凑过去 亲吻了江淮 谢谢你 我的爱人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